好 关注的是国际焦点 日本媒体评论 美国对大陆晶片夜下的封杀令 恐怕会让中国大陆的晶片 国产化更加速吗 交给资深记者一轮 现在美中不只在政治上面 角逐得非常厉害 就连在科技站也逐渐白热化 晶片就是大家最主要关注的项目 当然你可以看到 在过去这一阵子 美国是屡屡祭出了对中国大陆的制裁 那现在日媒就是日经新闻 也报道说就是因为美国的制裁 现在中国大陆的半导体攻略 也决定要去美化 当然他们提升的更高 是以国家紧急的状态事件 来进行处理 那你可以看到 中国大陆的长江储存 他们在北京的指引之下 也说要积极检讨供应链 那要着重在本土业者 而不是美国的业者 甚至他们还有800名的全职员工 现在一天三班都在检视制程 包含像是生产的设备化学品等等 就希望赶快追上脚步 那现在中国大陆力推 晶圆本土化的生产 除了政府有补助之外 他们也要大厂来对国内的厂商进行下单 所以他们是反过来想 认为受到美国制裁之后 其实中国大陆本土的晶圆厂 反而是一生一次的商机 那现在中国大陆的晶片业高层 似乎也蛮团结的 他们达成一个共识 也就是接下来建新的晶圆厂 或是扩增半导体的产线 至少要三成都是来自 他们自己的本土业者 而先前中国大陆的官媒 刊登了一篇习近平的发文 当中指出 疫情下的世界只有一个乱字可以形容 再交给一文 近年中国大陆的崛起 确实让美方相当的忌惮 而中国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的一举一动 也备受全球的关注 最近在中共中央的一个刊物上面 叫做求是 却刊登了习近平的文章 他写什么呢 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就是要把握新发展的阶段 再来就是要贯彻新发展的理念 最后一个则是要建构新发展的格局 他也特别提到在2035年 有两个三个五年要来实行 第一个三个五年则是实现 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第二个三个五年则是要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 其实总而言之 就是他希望中国大陆成为 世界的第一强国的概念 但是面对这一年多以来 新冠肺炎疫情 混扰了整个世界 而且各国都遭受了影响 他就特别讲说 现在世界正在经历一个大变局 主要的特点 他用一个字来形容 就叫做乱 甚至他也觉得这样的持续 趋势会延续下去 当然他也说了 疫情的状况 让各国的优劣势高下立判 那他矛头一转也特别讲到 中国大陆的经济问题 包含贫富差距 他认为不止经济还有政治的部分要来解决 所以他也提出像是科技要来自立自强 以及城乡差距大要来解决 还有经济发展绿色转型 以及开放合作 通通都是接下来中国大陆的重要关键 而先前欧盟和大陆方面相互制裁 来自使得关系恶化 现在欧盟更要严拟制定战略 减少对大陆的依赖吗 再交给一文 中国大陆跟欧洲之间 真的是完全撕破脸了 其实他们在去年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曾经签过一个中欧的贸易协定 这是他们磋商七年才出现的结果 不过就因为在今年3月22号新疆事件 欧洲这边也制裁了中国大陆的四位官员 跟一个实体让中国大陆也对欧洲来进行反击 双方的关系在这时候是急转直下 因此现在欧盟已经暂停跟中国大陆 来敲定大规模的投资协议 甚至可以看到欧盟的执行副主席就说了 他们现在在某种意义上面 已经暂停了欧盟委员会方面的政治联外活动 这对欧洲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影响 因为他们有不少东西都是非常依赖中国大陆 所以现在他们也在调查盘点 甚至5月5号也公布更新的版本 也就是欧盟的产业战略 他们对了137种的产品认为都有高度依赖的状况 他们是占进口总额的6% 而且发现有一半都是以中国大陆的产品居多 这里头也包含了能源业的原材料 以及化学物等等 所以现在他们也希望欧洲欧盟的成员国 要检视上述的产品供需 对于不同行业造成的影响 接下来才可以对中国大陆做出应变